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非常難得能夠來到美國 主要參加我們在今年的 這個美國免疫學會 AAI美國免疫學會的這個年會 然後把海滋滴、荷兆塘膠 這樣子的 他們在日本所做的 這個研究配方的效果 在美國免疫學會 AAI提出來 然後另外也是在 洛杉磯、LA跟Houston 這兩個地方 我們的華人社區的 這個Community 我們舉辦這個華人的講座 那除了這個Seminar之外 他也幫這個Umino Shizuku 就是海滋滴、荷兆塘膠的客戶 做一個counseling 面對面的諮詢的這個服務 所以非常非常的難得 在他去參加這個 美國免疫學會的年會的時候 他可以來參加這個舉辦講座 OK 所以其實這個年會 也是只有一年一次嘛 對 所以這個機會是非常難得的 那只要是腫瘤界的權威的醫生 應該是世界各地的腫瘤科全威醫生 都會來參加這個免疫學會 一年一次的這樣一個檢討會 對 除此之外也打敗了我們LA 對 跟我們做了一個 與海滋滴的這些客戶們的 一個面對面的這樣一個見面會 是沒錯 另外一個問題 我會想知道 我們有很多次跟Umino Shizuku OK Houkodai也聽到Houkodai的功能 可以請你多多一點 可以請你多多一點 分かりました FCOIDAN MIX AGには三つの抗腫効果と 肝やレディエーションにおける副作用を軽減する作用があります その抗腫効果の一つはアポトースの誘導作用というのがありまして そして二つ目は血管申請を抑えるという作用 そして三番目は免疫力を増強する作用というのがあります So there's three things, is that right? Yes I saw your estimator, so there are three things that explain it very carefully I saw three things that I saw three things that I saw three things that I saw 第一次主要是去誘導癌細胞的凋亡作用 被實驗出來的 也就是褐藻糖胶這個成分 能夠幫助到肿瘤的代謝能力 第二次是去抑制癌血管增生 也就是截斷肿瘤的營養補給 第三次是去加強免疫系統的提升 幫助在治療期間的這些化放療副作用的減輕 它都有獨特的效果 這三個研究出來之後 再朝這個產品的研發去做這些後續的研究 所以其實這三樣應該是我們所謂的褐藻糖胶裡面 最顯著的三個要素 對 對不對 所以第一個我們再講一次 剛才我們提到的 其實它可以抑制癌細胞的增生 對 然後截斷 腫瘤的營養補給 然後第三個呢 第三個就是免疫系統的提升 可以增加 對 這個都是癌症病患最需要的 沒有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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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Tool 2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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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事例核酪病患 chat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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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xta 對 因為那是 他們都會有特別影響 Henry 我們再來重複一次 所以其實醫師大概已經做了25年嗎 他剛剛說 那是很久很久的時間吧 腫瘤科的權威醫師 然後見證了多少病人 對 他本身也是外科手術醫師 然後在25年的行醫當中 有幫助到癌症病患 然後同時建議給這個病患去使用 他剛剛說有超過1萬的病人 他去建議使用這個褐藻糖膠去幫助到 他們在不管是治療期間 或者是其他的這個治療的方向 Henry 其實你在2017年 也出了一個新的這樣的一個手冊 這個手冊也是全部都是給癌症病患 或是病友們的 全部都是所謂的見證者 您看過也許許多多這樣的見證者 對他們來說 他們跟你講最大的改善又是哪些 其實我們都會跟所有的這個用戶來講 在服用期間我們都會建議他可以分為兩個階段 去看你服用海質滴之後的效果 第一個階段就是他在治療期間 他的這些副作用是否在服用海質滴之後 或者其他營養補充品 之後他的這個免疫系統是否有提升 那免疫系統提升了之後 他的這個治療的這些副作用 像是食慾不振 或者精神比較差的這些狀況 是不是有慢慢的減輕下來 那更重要的就是像醫生所說的 這些腫瘤指標也好 或者是他的這些影像的報告 包含這些CT scan MRI 這些影像的報告去看一下說 他的原本增長很快的這個腫瘤部分 是不是有慢慢的趨緩 那在我印象比較深刻 其實每一年我們在收集這些用戶見證的時候 其實有一些比較晚期的病患 其實他們在抱持的比較希望 沒有太大希望的時候 然後去嘗試那有一個正面的態度 然後去改善自己的這個生活狀況 然後同時間就維持他們的生活的機能 對他們的效果其實都可以幫助到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癌症的病患或是病友們 他們最重要的就是所謂的生活品質吧 對 因為不一定是已經是病魔產生 那是正確 要跟病魔做對抗 除了有家人的支持之外 你要有另外的補充品 才可以讓你繼續的去承受這樣 我們所謂的放化療 是 這是非常重要的 可是那再話說回來好了 到底這個核藻 你剛剛說過 它有三個重要的部分 對 它的這個部分 它是怎麼樣做作用的呢 因為我們在這邊還是吃下去的 對 它吃下去之後就可以開始自己在身體裡面 做它該做的事情 對 所以因為人體的免疫系統 最主要還是透過腸胃道的吸收 那70%的這個腸道免疫功能 是人體的這個免疫系統的關鍵 那包含說這個賀藻糖 它可以幫助到像是醫生的研究 像是T細胞或者NK細胞這些刺激 這些免疫系統的活化 然後讓它能夠對於這些癌細胞或者腫瘤去做作用 那其實現在的很多的化療藥物也好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免疫療法也好 其實都是朝著去刺激這些活化免疫系統的機制 去對抗癌細胞的功能出來 那最主要還是說 病人在這個 他的身體還能夠腸胃吸收的時候 他服用了海滋滴或者是褐藻糖膠這樣子的成分下去 能夠幫助到他刺激免疫系統的活化 同時去對抗這些癌細胞的功能 所以免疫系統真的是非常重要 對 剛才我們跟Henry有提到 其實免疫系統對 不管是癌症朋友 或是我們其實 我們普通人也非常重要 因為免疫系統 如果我們身體裡面的免疫系統 沒有辦法對抗任何的這樣的細菌 或是Viruses的話 我們自然而然就會生病 是 沒錯 Dr. Tachikawa 我認識你自己是一個醫療醫療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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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翻译上的本来写的 癌患者们的皆様に重要的事を 传媒体感想要求 首先是主治医的 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を しっかりと取得下来 そして治療で少しでも疑问が起来 或许的事件 必须主治医に説明をして そしてしっかり聞いて いただく事件が大切的事件 そして納得得不足的事件 主治医にしっかりと伝えて 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を取っていく事件 非常に大切な事件 さらにQOL クオリティオブライフというものも 維持をしていく事件も すごく大切な事件 これらは治療において 非常に大切な事件になりますので 皆さんしっかりと 頭に入れていただければと思います 医生主要是提到 他的中文的書籍也有 翻译中文的書籍也有提到 再跟做KIMO也好 做Radiation的治療期間 有兩個他在書中有提到的 他簡單拿出來講 第一個就是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 主要在跟自己的主治医師去溝通 說包含在他整個治療期間 是不是身體有一些不舒服的狀況 如果有什麼不舒服 或者是医生的用藥劑量太高 讓你產生任何不適 或者有一些副作用產生 你要有一個充分的溝通 透過這樣子的充分的溝通 醫療團隊才可以去做調整 不然的話 醫生可能有他自己的主觀意見 但是有時候病人身體的狀況 醫生是沒有辦法完全清楚的 所以你還是要表達出來 你自己的這些問題也好 或者是你的身體的這些不適也好 透過一個充分的溝通 醫生的團隊也可以比較好去幫助你 第二個就是QOL 就是醫生所提到的就是這個Quality of Life 就是對於病人的Quality of Life 就是生活品質 不管是在哪一個階段的病人 其實我們在醫療的角度上面 最主要還是幫助病人能夠恢復他的身體機能 然後同時間在他的治療期間 能夠維持一個生活品質 不要因為醫療的這個行為 而造成他的生活品質的下降 這也是醫生在這個治療期間的 一個醫者的這個出發點 所以我們知道除了生活品質 溝通也是非常重要的 而除了這兩點之外呢 其實如果想要了解更多有關於 我們所謂海之滴這樣的一個神奇的 對胖癌症的這樣的一個保健品的更多資料 您都可以到海之滴的網站 甚至是索取他們所有的書籍 繼續了解一下其實海之滴賀藻糖膠 對您的朋友甚至是癌有病患們 有什麼樣的幫助 你在做什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